有時候我脾氣不是很好 但是我還是會帶你出去玩 不是 我不是脾氣不好 是你知道女兒 到了一個年齡層 你漸漸的會開始覺得說 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自己是吃挺力蓋 強力定 因為呢 通常我們說要補充蓋片 我們不知道一天要吃多少 歡迎收聽品力掏心話Caltry Talk Talk Show 大家好 我是Melody 我是劉媽媽 Oh my god 媽 I can't believe it 我們怎麼會一起在這裡錄節目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母親這個話題 所以才會邀請你來 你等一下會不會哭啊 應該 我盡量吧 應該不會吧 有的時候你很奇怪 你看起來好像很淡定 但是你就是會 在不適當的時候就是噴眼淚 所以 大家都覺得是我比較感性 沒有啦 其實應該這樣講 女人體驗過母親這個角色 都很容易就是 有非常多的感觸 對 因為我媽有四個孩子 我現在自己是媽媽 我才知道這個有多很辛苦 crazy 很難 I mean 兩個都已經措手不及了 四個怎麼辦 你幾歲生我的 大概是24吧 24 是不是 早生又早生的好處就是我們出門 大家都說我們是姐妹 她開心我並不開心 但是 it's ok 因為為了孝順她 就是她開心就好 這個很重要 對啊 因為她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你保養得很好 不錯 謝謝 我們小的時候好帶嗎 你們小的時候我生四個 老大老三比較愛哭 老二老四比較不哭 那那個時候呢 你每一次起來哭鬧的時候 因為是老大頭一胎嘛 所以就不捨得讓你多哭 所以就會養成你每天起來 都要找奶瓶的習慣 一直到你妹妹兩歲的時候 你有一天突然間坐起來 怎麼聽到另外一個寶寶的哭聲的時候 你從那天開始再也不哭了 一覺睡到天亮 That's weird Oh my god 這是老大的責任心 我覺得當老大好辛苦哦 怎麼會兩個歲就知道這個差異 Oh my god 我懷孕那時候我很辛苦 沒錯 那時候媽媽記得很清楚 因為你經常就是說 想要懷孩子懷不成 那終於有一天你告訴媽媽說 你完全不像了 你也不在意生小孩的事情了 孝順的你呢 那個時候就帶著媽媽爸爸 還有你的外婆去了一趟日本 感恩的是你爸爸在東大市 他用那個毛筆寫下求子簽哦 結果就是那次從日本游回台北之後 你懷孕了哦 當下我們就感動了 一直講到這個 我們就要拉一個衛生日少了 當下我們就真的喜極而泣了 就是當媽媽真的很辛苦 雖然就是這是甜蜜的負擔 因為你要抱啊 要餵奶啊 你跟媽媽都會經過這個過程 到了一個年齡層 你漸漸地會開始覺得說 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尤其當了媽媽以後 你會想要好好地陪伴小孩長大 你會覺得說 OK你的 你的飲食要均衡之外 你還要運動鍛煉你的肌肉 補充維他命 然後保健品 因為你要照顧好你的肌肉 你的骨骼 就是為了像你現在這樣子 對 70歲了你還有行動力 我自己是吃挺力鈣 強力定 因為呢 通常我們說要補充鈣片 我們不知道一天要吃多少量 但是這兩瓶 它一定就是600毫克 所以一天600毫克的鈣 我一天只要吃兩次 早晚就是1200毫克的鈣 然後呢 對乳糖不耐的人啊 有那個維生素D缺少的人 都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有的時候 新種媽媽我們太焦慮太緊張 我們都在室內帶寶寶 我們也沒有出去曬太陽 你也不曉得到底要曬多久 你才能夠吸收鈣 那挺力鈣強力定 它真的好 就是它除了補充鈣以外 還有微量元素 維生素D都可以一次幫你補充好 然後呢 給骨骼啊 肌肉啊 有雙效的保護 我生完四個孩子之後 很早就有在吃挺力 補充鈣 骨骼啊 肌肉照顧好 再加上運動 體態自然就會年輕 那現在的年紀呢 我是在補充這瓶 挺力樂活強力鈣 它裡面有這量微粒的低三好吸收 讓它可以維持肌肉的正常功能 裡面還添加維生素C 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還有挺力呢 會增進骨骼牙齒的生長 像當媽媽之後呢 心境上我總圍繞在兒女身旁啊 因為跟他們在一起非常的熱鬧又開心 我自然就變年輕了 所以身體健康好心情 再加上運動啊 補充營養素 這樣子的話等你們跟著媽媽一起出去 人家都說哇你們像姐妹不像母女耶 其實你補充那麼多概 大概是為了這句話吧 是的 可是剛剛我同意啦 你剛剛講的對 其實除了我們生理的層面 心靈的層面也很重要 尤其當媽媽以後 我覺得應該要多留給自己一些時間 你還是要保持生活的一個鬆弛度 因為生活會帶給你不同的挑戰 我們需要不同的照顧對於孩子 也要不同的照顧對於自己 我們才能夠慢慢的跟孩子一起成長 其實我們兩個的教育的理念 都不太一樣 因為你比較 you know 比較鬆 free like 就是沒有太管我們 like我們那時候申請大學啊 或是怎麼樣 或是我們四個小孩的生日啊 誰要幹嘛 都是我們要自己寄 然後現在的媽媽爸爸 都很怕小孩輸在起跑點 就每個人都是胡媽胡爸爸 我媽就完全不是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為什麼要這麼苦 其實是我媽早舊的 因為我是我們家的老大 所以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要幫人家想很多事 所以現在我當著媽媽 我也是有習慣幫小孩規劃什麼什麼 我現在回想她講的對 我只有在這個時候會講她講的對 因為我私底下我是不會承認這件事情的 其實當媽媽還是放過自己 然後鬆一點比較好 因為畢竟這條路是每個孩子自己要走的 對 就放鬆心情 跟著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長 其實我 對我 有的時候我脾氣不是很好 但是我還是會帶你進去 不是 我不是脾氣不好 是你知道 女兒 你不用現在講 OK 我自己會講 女兒對媽媽都是比較 you know 沒有什麼包袱的 我就會讓她看到很真實的我這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有一些小不耐煩什麼 但是我的責任就是帶你吃喝玩樂 看演唱會 因為我媽是追星族 所以她就是很喜歡看不同的演唱會 你印象最深刻的演唱會 大概二十幾年前吧 張學友到美國 有到二十幾年前嗎 有有有有二十幾年前 那場演唱會印象很深刻 對 因為你有到後台跟她拍照 對 所以呢 常常我們就是要 到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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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要記得要 補充好你的鈣質 因為骨骼肌肉都很重要 沒錯 因為平時呢 我就有使用挺立鈣片來保養 尤其過了五十歲之後 身體合成維生素D的能力會降低 那體內美的存量又會減少 開始加入了挺立樂活強力鈣的保養 那維生素D呢 是促進鈣質的吸收 鎂呢 是維持肌肉正常的功能 維生素C呢 又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骨骼肌肉膠原蛋白真的很重要 對 所以挺立讓你放心 可以跟著我一起吃喝玩樂 看演唱會 看演唱會 到處旅遊 既然你這麼喜歡的話 那我就送你 挺立樂活強力鈣片 因為這個就是全新的配方 它含量這個 維生素增量 然後可以強韌的守護你 謝謝謝謝 那媽媽也有一瓶挺立鈣 強力鈣 它可以讓你身體支撐有力 年輕感動 到處可以趴趴照 女人就是要活得漂亮 然後自在 祝福我們大家 跟我和我媽一樣 就是這樣子 要美美的哦 身體要健康哦 骨骼要照顧好 挺立樂活強力鈣 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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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